今天我们要教大家怎样设计你的PayNow Account OK?很简单,两个方式 第一,使用SyncPassMyInfo 没有的话呢 第二,大家可以自己输入你们自己的个人资料 OK,准备好了吗?来咯 第一个步骤是 到您手机里的App Store或Google Play下载DBS Digibank 如果你已经有DBS或者POSB户口的话 请按Login 不然,请按上面的红色选项 拥有SyncPass的朋友们,可以直接选择红色的选项 登附了之后,就会来到这个地步 请按中间的Pay and Transfer 然后按左上角的PayNow 来到了这里,请记得按右边的Your Profile 使用手机号码的好处 就是能够让你的朋友们 方便方便地转钱给你 使用NRIC的朋友们 方便就在能够让政府 方便地转钱给你 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年收到的 GSP Voucher之类的 关于政府机构给你们钱 就是用NRIC就会比较方便 来到了这里,请按第一个选项 Register with your phone number 在第一个空格,请输入您的名字 接下来请确认您的户口是否是正确的 你使用的这个户口 会跟你的电话号码连接在一起 你就会收到一个一次性密码 输入进去 好,设计成功 哇,现在你的户口已经设计好了 对不对 OK,现在我要来教大家 怎么样用PayNow OK,转钱给你的亲戚朋友 或者到楼下咖啡店N2C 用PayNow来付款 OK,转钱